荻仔區 接著到壽平 灣仔區的情況 我除了代表社區經濟之外 我還是排檔和小販代表 在80年代我真的親身經歷過 政府用甚麼手段 把你的牌去自動流失 打壓令到你死 最後就變成小販走鬼那隻 第一 隻腳要好好 心臟要很好 為什麼呢? 真是心驚膽跳 直至到 去到01年開始 我們做社區經濟裏面 我們知道 如果落到 一些地方裏面 做一些虛史 它的好處 除了幫助經濟有收入之外 其實在這個區裏面 的共融 街坊開始 懂得互相關心 互相去認識 和在主流市場接納的 一種技能 可以發揮出來 還有我們今時今日 今天的論壇講的是 奮化爐 我們用什麼奮化爐呢? 我們本身已經是一個好環保的經濟 和我們也是教育 一些中產或者年輕人 去打破一種消費主義 令到這些物件 可以繼續作用 區市裏面是有很多好處 例如我們 有機農場的結年 他們可以免除中間的剝削 我們做了 在01年做到現在 我們的經驗 你知道嗎?每一次 說一些數字出來 嚇死你 做四個小時的虛市 申請要半年 封街 區議會 地政處 路政處 政府 警察部 區議會 這些區議會 通常很多都說 不要搞了 怎樣怎樣 做四個小時的虛市 可以搞半年 為何要有這樣的政策 為何不容許我們去 在這個社區 阿松說的 空地 尤其是現在說的 GIC GIC即是政府 限制了十幾年的空地 都沒有用 我們見到很多的地方 用低赤卡去批給我們 大財團去打Golf 為何不批這些地給我們 以前的政府的政策 怎樣去發牌呢 就是當時沒有福利的政策下 解決你們的經濟問題 發個牌給你們自己賺食 我們今天都不想要綜援 你發個牌給我 我自己出去賺食 還有我們也有建議 我們做了這麼久 我們建議政府部門 剛才是陳嘉樂說的 要獨立做一個部門 我希望不只是立法國裏面去做 這些獨立的部門 可以由一個部門去 擋住這麼多部門 最緊要的是有什麼 團體的參與 有我們的經驗 不要他們像核子可象那樣 例如像灣仔的市集 我真的罵過他們 你為何經常走去政府的部門 七點鐘來開會 為何不落到街市 和街坊來開會 我建議大家做一個部門 找一些有經驗做虛市的團體 或者街坊一起去談 謝謝曲 謝謝